深夜,一辆末班公鸟车正在缓慢地行驶着 车围出坐着一个颓废的中年男人 正在因为刚刚的事愚昧地无处发现 就在这时 原来外头发生的车祸 红车里面一下窜出来了几个无所事事的小混蛋 他们烂醉如泥,嘴巴乱叫 发现眼前的公鸟车后更是兴奋得张牙舞爪 司机看了他们一眼 做出了今天最后悔的决定 就是让他们上车 这个车人拽得上了天,是法律如吩咐 在车上喝酒,故意拍掉别人的书 然后狠狠地踩住 男人一看惹不起,只好暗自离开 转身这群混混又开始骚扰一连呆萌的小美女 混混看着最后一排的大叔 示意她赶快离开 看了小美女今晚危险了 一看大叔会议的笑了笑 立刻起身就要走 女孩忘了她像是在求救 但她没有理会 穿过这群混混静止离开 她要去哪儿,见死不救吗 好心的司机示意她已经报警 可这大叔一把夺过手机 温柔地把她劝下车 然后关上了车门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她望着这群人渣 偷出了手枪 倒掉了所有的子弹 我会把你疼 这后人成效不止 雅根不把大叔放在眼里 只见她微微一笑 大战开始 她用两硬术中的埋着一拳 这酸爽简直冲上云霄 她是故意的 她要的就是这种痛感 因为她已经许久没打过架了 几乎技术的记忆力还要一段时间 我边挨一拳 右边挨一拳 并且瞬间流了下来 她忍着剧动 后脑再挨一拳 她终于唤醒了自己的战斗技艺 开始反弃 一条舞丝毫不落下风 普通中年男人早就气喘吁吁了 但是她越打越兴奋 听了妹子下巴都快掉了 就在这时她被划了一刀 但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残 五个罪鬼身影不止 大家都难以置信 今天开样地遇见了硬茬子 只见大叔稍坐休息 摘下她的手表 沉在右手上 这变成了有效的进攻武器 然后从腰间拔出了一把 深入硕厘米的小刀 捅她的那个男人 已经感觉到了危机 那就对不起了 谁又已经牙白牙 大叔毕竟算了年纪 体力也开始慢慢不支 最终被扔了出去 车上的人有的牙断了 有的鼻子歪了 而大叔只是稍微缓了一下 上车告诉小美女快走 对不起了 这次上来我就没打算 让你们好过 后会们被揍的体无纹夫 有的被吊在扶手上 有的已经失去了振动能力 代替的那个吓得捡起了地上的枪 大叔看见以后不慌不忙 徒手掰的钢管一发入坏 等到大叔从公交车里走出来时 里面的人紧剩一口气了 他把手机缓解了司机 一拳一拐的走了 但大叔没想到的是 他揍的这个混混 是当地黑帮老大的亲弟弟 看着弟弟躺在病床上 黑老大气急败坏 势必要为弟弟复仇 他通过大叔遗留下来的公交卡 开始查询这个人的底细 结果档案里显示这个人平淡无奇 但老大当然不信 他动用了五角大楼的关系 在系统里输入名字 结果访问被直接拒绝 最终在一个秘密资料库里 找到了大叔的档案 打开一看 几乎所有内容都被涂黑 还有几张照片 全是各种秘密行动的死亡现场 原谅大叔表面上是个 颓废的中年老狗 实际上是个退休多年的顶级特工 退休之后 他被分配了一个审计的工作 天天让他上班算数 算了他想死 看到这些资料以后 还让他的手下惊呆了 知道惹上了大麻烦 死无丧生之地 害老大根本不信这个邪 他看完照片后 下达了第一条作词命令 大叔也知道自己惹上了麻烦 他准备带着家人出国 再闭一段时间 谁知道还没有出门 杀手就已经赶到 他当机立断 让家人进入地下室 家人们都吓坏了 只有乖乖听话 在地下室门口 大叔打开他悄悄设计的机关 这地下室居然是个防弹堡垒 大叔看着所有人进去以后 只留下了一句话 不要报警 他拉下电闸 然后拿出一根棒球柜 伺机而动 闯进门的杀手 在黑夜中搜寻猎物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还是猎物 大叔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他们面前 瞬间就解决掉两位 杀手都没有翻下人材了 这一次他不会再手下留情了 因为这事场不是 你死就是我王的战斗 厨房里的热水红 切菜刀 红菜的盆子 全部都成了他的武器 可惜最终还是因为 咕咕于奋战 体力不支被电晕过去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后备箱里 双手被靠住 于是他硬生生地 掰带拇指 脱掉手铐 拿出车里的灭火器 大叔从后面 艰难地爬了出来 而另外三个人 就没这么好命了 下辈子开车 一定要紧安全带 小姓逃出以后 大叔赶紧打电话 通知老父亲 让他小心 可能会有敌人去寻仇 老父亲什么也没说 挖断电话 然后竟然弄出了微笑 大叔跑回家 把家人们从地下室 接了出来 老婆孩子看到 屋里一片狼藉 无法想象 刚刚他都做了什么 把家人送上车以后 安排他们躲起来 然后回到家里 拿出藏匿很久的金条 最后肝精力流的 其中自爆系统 让整个家 连同四位入侵者 一起灰飞烟灭 两个飙行大汉 静静静地走到 一个熟悉的老头面前 他们毫不犹豫地 举起了枪 随着老头突然睁眼 闪电被寸手 抓住对方的枪 第二个杀手 箭撞立马拔枪 但为时已晚 养老员护空 为身赶到 打开门却发现 老头在看战争片 满领湿血 颤颤巍巍的老头 拿起遥控器 关小了声音 而他的右手 正在死死地 摁住奄奄一息的杀手 黑老大在新闻中 啃到了派区的手下 全部阵亡 他怒了 他决定卷阻重来 而大叔也知道 对方不会轻易罢手的 他愿用毕生所学 在自己的工厂里 制造各种各样的陷阱 他就算钢筋 塞进空瓶子里 用子弹改装老鼠甲 由螺丝丁混合火药颗粒 做成了毒煤暗器 在楼梯上 埋下一排地雷 准备就绪以后 就在主动出击了 他先是来到了 黑帮的金库 杀光了这里的所谓 然后在几亿美机上撒油 把这里收了个底朝天 你动我驾轮 我就动你财产 这就是给你的教训 现在只要双方停战 大家恩怨一笔勾销 但是黑老大明显不会放过他 随着大军出动 大叔又笑了 他太想开战了 好久没有这种 哼唱淋漓的战斗体验了 一路打一路跑 大叔顺利的 把他们引诱到了工厂附近 刚下车的时候 就小心肩膀动战 一定相当危险 突然头进到窗户被打破 原来是老火机来了 他一枪一个 瞬间战掉几人 就在这时候 老夫人也杀了出来 他带无需发一枪一个 进入工厂以后 县里也完成了个使命 也要接下来 帅心出心 老夫家紧禁其后 地雷也不会落下 最要命的是 老爷子的独门暗器 矿权碎片 八十岁的老头 虽然走起来不快 动作也一点不发烧 但是他稳扎稳打 一边打还一边笑 果然是一家子 就跟笑起来都一模一样 没多久 开放炉弱就死光了 黑老大狗活到了最后 他端提冲锋枪 杀了过来 而偏偏这时 三个人都没有子弹了 你以为深穷水服 已无路 可结果是大叔 举着耗烂玻璃 就冲了出去 战斗结束 敌方无人生还 大叔主动投案自首 但是对面警官 接到了中情局的电话 你懂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约翰威特的狗不能胖 沸沸大叔的家人 更不能胖 不幸你看老头 从姚老院出来以后 都干了什么 我是初遥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就麻烦你们动手 点赞转发一下 有不足的地方 可以吸引你的指点 我们下期再见